嗨 欢迎来到Flow's KD 凯丽瑜伽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练习基础的站姿练习 像很多同学不管是初学者或是已经练了一阵子的朋友都会经常询问我说 有没有推荐什么瑜伽垫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手脚会在地链上面滑动的问题 像在瑜伽垫的选择上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安全性 然后跟你在上面移动的时候可以让你的手跟脚 不管是在湿的状态下就是流很多汗的状态下 或者是手干的时候也都可以非常的稳定 LIFONE瑜伽垫就是一块大家非常推荐 我自己用了也非常喜欢的一块瑜伽垫 我们的折扣码在这边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用这个折扣码去购买 另外就是要特别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瑜伽垫的清洁方式 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好好保存他的瑜伽垫 然后在一些不正确的清洁状况下 他可以寿命会比较短 那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瑜伽垫的专用清洁剂 那使用的方式就是拿一块干的抹布 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清洁剂直接喷在上面 喷三到五下 那不要直接喷在瑜伽垫上面 我们喷在抹布上面 然后直接擦拭瑜伽垫的表面之后 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湿度 所以你要需要等他全干的状态以后 再把它收纳起来 那收纳的时候会需要反面收纳 所以你的有图案的表层会在上面的那一层 那里面背面的那一层会在下面 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卷 然后再把它收到你的背带里面 那如果他在没有干的状态下收进去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霉 所以大家会需要等他全干再收 另外最后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在夏天的练习要特别注意补充水分 那我们通常在练习前不会喝太多的水 因为你会需要比如说扭转 或是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可能会挤压到你的腹部 那所以我们在练习过后会需要补充 适量的水分 然后来让你的身体就是保持一个 活力的状态 那LIFONE有推出他的最新的也是环保材质的水壶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他的保冷跟保温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大家铺上自己的瑜伽垫 就开始今天的练习咯 我们首先站到垫子前端 把你的脚大拇指并脚跟并 好我们先把肚子微微往内收 肋骨收 吸气手往上延伸 这样十个指头互扣推向天花板 好我们感觉一下腰侧跟手臂一起拉长延伸 感觉一下你的脚底板跟地面的接触 好我们下个吸气式的脚垫高 好保持大腿内侧集中 头顶骨盆一条线 吐气的时候往下踩 好我们再一次吸气脚垫 吐气踩 吐气踩 我们最后一个吸气脚垫 停留 然后四 三 二 好再一个呼吸 好慢慢带回来 手解开 好我们下个吸气抬右脚起 手往上延伸 好用你腹部力量 把你的右边的大腿再往上提 感觉一下左边的脚到内外侧才稳 好你可能会在这边动来动去 感觉一下你的脚底板跟地面的接触 好我们下个吐气 把你的右脚跨在你的左大腿上 手合掌胸前慢慢把屁股往后推往下蹲 好到自己可以的高度就好了 先保持稳定 那还有空间人 适合把你的屁股再往后推 再往下坐低 好我们再四 三 二 最后一个呼吸 好慢慢带起身 收脚回你的肚子 手插腰 好我们准备把右脚大步往后踩 我们来到高宫步 好前面的膝盖对着你的脚趾间 把后面的大腿往上推高 如果你的步伐才不够大 你可以再微调一下 把你的右脚再往后延伸更多 好感觉脚跟脚的一样 前提向后方里面强保持肚子收紧 我们吸气手往上延伸 我们停留在高宫步 再三个呼吸 把肩膀放松 二 好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吐气的时候 右手往前左手往后 我们来到扭转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左边的肩膀过不太去 然后可能手比较前面一点点也没关系 试着感觉你的左手画一个大圈再次往后 好我们最后三 三 二 然后屁股往上提一下被拉长 如果你的脚跟踩不下 弯曲一点点膝盖 把肚子靠上你的大腿再把它被拉高 好 好可以的人慢慢把脚跟往下踩 我们最后三个深吸深吐 好 再两个呼吸 最后一个呼吸 吸气脚边 好慢慢走回到两手中间 吸气 吸气背延伸 吐气 前弯 有需要的人弯曲一点点膝盖 肚子靠近大腿 放松你的脖子跟头 好我们下个吸气 手往上 双手高举过头 看向你的手指尖 回到松起 好 我们保持一下脚到内外侧一样拆纹地板 感觉一下脚底跟地板的接触 好,我们准备下个吸气台 左脚起手往上延伸 好,稳定在你的右脚 好,观察一下你的右边的脚到内外侧站稳 大腿内侧启动 好,用肚子的力量把你的大腿再往上拎 我们再两个呼吸 最后一个呼吸 吐气的时候弯脚放在你的大腿上 把屁股往后推往下蹲 好,到自己可以的高度 好,觉得还有空间呢 屁股再往后推再往下坐低 我们保持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慢慢把左脚提起来 手插腰 大步把脚踩到后方 我们来到高宫步 好,稳定你的大腿往上推 前面膝盖对准脚指尖 我们下个吸气 手往上高举 好,一样先稳定步伐 可以的人蹲低 最后三 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下个吐气 右手往后 左手往前打开 好,感觉一下你的肩膀再往后带 从你的腹部、肚子 然后再慢慢转胸口 好,可以的人把头也看上你的后方 好,然后如果觉得肩膀有点卡卡的话 你可以把右手再画一个大圈往后 最后两个呼吸 再一个呼吸 好,手带回来 我们贴向地板 退回到平板式 重心往前 好,我们再次让膝盖跪地下巴围抬 慢慢弯曲手肘下 保持腹部收紧 吸气来到cobra 吐气回下犬 看向两脚中间 好,两个脚掌中间 大概可以一个脚掌到一个半左右的距离 然后把你的两边的脚踩稳 好,如果有需要的话 微弯一点点膝盖 让你的肚子靠向大腿 脚跟踩不下没有关系 好,先把背延伸拉长 我们最后四 三 二 最后一个呼吸 好,我们吸气 走回到两手中间 吸气背延伸 吐气前腕放松 下个吸气 双手高举 回到samsi dihi 好,我们手插腰 吸气带右脚起 好,大步往后 我们这次一样来到高宫步 吸气手上 好,吐气 手合掌 扭转到左边 好,收紧你的肚子 慢慢推大拇指到你的心阵中央 好,把后面大腿往上淋 我们最后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让你的手点地 带后脚起 好,我们让两边的骨盆正 好,试试探 把你的左手离开 再三 好,K的人右手也离开 二 再一个呼吸 好,手贴回到地板 我们退回到平板式 重心往前 弯曲手肘下 好,有需要的人可以膝盖跪 滑出去来到cobra 吐气回到下犬式 看向两脚中间 好,收紧下腹背衍伸 再三 二 最后一个呼吸 下个吸气脚边 回到两手中间 吐气前弯放松 吸气双手高举 回到松 好,我们换脚 吸气带左脚 大步往后来到高宫部 好,把大腿往上推 吸气手往上延伸 好,吐气的时候扭转到右边 好,慢慢把大拇指推到你的心正中央 收紧你的腹部再往上转 停留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慢慢回正 手点在前方 好,准备带后脚起 我们把两边的骨盆摆正 好,如果你在这边手没有办法扶地 把右脚推直的话 你也可以扶在你的小腿上 好,那我们让左手慢慢离开 好,离开右手 我们来到英雄三 二 再一个呼吸 手掌贴地 我们推回到平板式 重心往前 下 滑出去 吐气回下腿 看向两脚中间 三 我们再五个呼吸 最后三 二 好,我们再一个呼吸 慢慢把手往后爬 好,微弯一点点膝盖 让肚子贴紧你的大腿 手可以扶在你的脚踝或小腿后方 头埋进去 好,慢慢把屁股往上提 进入前腕加深 好,有需要人一次保持你的膝盖尾弯 肚子黏紧大腿 好,可以的人再把你的重量往你的前脚掌放 好,最后三 最后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头轻轻抬 气吐光之后 手插腰慢慢带起身 然后我们把脚定 好,我们下个吸气 右脚带高 好,稳定在你的左脚 吐气的时候 右手往后 左手往前打开 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用左手扶着你的膝盖 然后把你的肩膀放松 然后或是想要试试看的人 我们让左手扶在你的脚到外侧 好,然后维持左脚站稳把你的右脚往前踢 好,没有办法踢直的话没关系哦 保持你的肚子收紧 然后感觉人长高 好,可以人把脚踢直 再三 很好,二 我们最后一个呼吸 好,吸气手上,脚带回 动动脚 我们换一边 好,我们吸气把重心放在右脚 我们抬左脚起,手往上 好,站稳以后吐气 把左手往后 右手往前打开 两边肩胛放松 好,一样你可以让你的右手扶在你的膝盖外侧 保持平衡 然后或是想要多一点挑战的人 我们用手抓在你的脚到外侧 把脚跟往前踢 好,维持肚子收紧 好,维持肚子收紧 我们最后三 二 我们最后一个呼吸 好,吸气手上 我们脚解开 手合到胸前 脚动动 我们结束今天的练习 那大家练完这套动作 应该会觉得稍微流点汗 非常适合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想要开启一天 然后进行这套练习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